大家好,我是亚欣 关于人心,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人心如蜜,人心似冰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而老话说 常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那么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说人心啊,起伏不定 所以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小人 会让人格外讨厌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来分享一下 可能小人身上有的那一些共同点 如果说碰到了 还是请大家远离为好 第一啊,是喜欢找替死鬼 这类人什么特点呢? 明明自己说错了 或者说自己做错了 打死都不承认 这个脏水一定要泼到别人的身上 昧着良心说话 这类人的心理呢就是 他们要找一个冤大头 软柿子来替自己背黑锅 而且他们嘴里面的话 很容易让我们混淆视听 让你有口难辩 第二点,经常忘恩负义 俗话说 小人专忘人恩 恩过不改 君子不轻受人恩 受则难忘 就是说 小人 我很喜欢别人来帮助我 别人有恩于他 但是 别人帮助我之后 我并不会报答你 而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 君子并不喜欢 经常去接受别人的帮助 因为如果接受了 那么这一辈子 他也不会忘记 那么我想 有了这句话 我们就很好理解了 因为在小人的眼里面 只有利益 他们很容易忘恩负义 就好像是 孔子在论语当中所说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所以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那些 你帮了他 立马就翻脸不认人的人 一定是小人 你要远离 第三 喜欢造谣声势 这一类人我们都讨厌 庄子里说 说 耳座言造语 妄称文物 这句话说的就是 那些造谣声势的人 他们这样做 不仅仅是唯恐天下不乱 更是有阴谋的 这一类人呢 习惯用听说来造句 甚至是歪曲事实 无中生有 就比方说 网络上经常会出现一些 网络暴力 那种一边压倒性的舆论 又或者是凭空捏造个石锤 我们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下 其实人们很容易就会被带跑偏了 就算是等到真相 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小人的目的也早就达成了 而那个被冤枉的人 不仅是深陷网络暴力 更是被别人忘记了 社会在发展 人心在改变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皮囊 但是不一定 好皮囊下会有一个好心肠 人前小绵羊 人后黄树狼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说看人 不要只看表面 你要看表面下 表面的微笑下 有没有藏刀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积极的关注 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